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股新攻略 带您掌握全世界 讨论朋友大家好 今天台北股市 哇 沙尾盘 最后一刻跌六十几点 最主要的货手 就是在台积电 台积电 最主要货手在台积电 你看台积电 是不是 最后一笔单 蹬一下下去 那当然外市有它的看法在 你看这红海 最后一笔 蹬一下下去 这是最后一笔 然后3008大力光 你看看 这样这样这样 最后一笔 蹬一下下去 这三档 就把台北股市搞砸了 搞砸了 那 这个就是最主要的 我跟大家讲 今天的这个 什么被动元件 这些有没有 都很难看 都跌停板 滑星科 一大早就跌停板 那我说过 当然我还是强调 很多东西大家要注意 像这个叫环球晶 环球晶也不对了 三五三个的胜高 我常说台胜科跟胜高 是有联动的 那胜高的股价一直在跌 不能说一直在跌 一直都不涨上来的话 你叫这一些 这一些所谓的 这些概念股 要怎么能够上去呢 那你不如来做出我们的佳育 我昨天五点半 六点左右的去跟大家讲佳育 这个我们股票大概四块多 一路做到现在 之前不太敢讲 那我觉得可能大家不会有青睐 我们就在这一根 在这一根 四块多 那这个是震荡 这个涨停 今天又涨了 十五块的股票 因为我说过 我昨天在 在我的Line Act 就提到说 这个跟他最近有一档 叫上市的 他转投资的叫做 上海商营有关系 上海商营有关系 他有一千七百多兆 听说他还有台积电的持股 买在十八块 买在十八块 所以你看 开始上海了 像现在只有这种的 你看那个 2323的中环 像是这种的 中环 这些 加减做加减转 那我说过 520它是 我昨天跟他说 520它是一个结构的变化 什么叫结构的变化 你要把被动元件的货 要除掉 你要把矽晶元货 所以被动元件还没有死 它叠一段还要弹上来 阻力来不及 因为我之前跟大家提到说 被动元件缺货 今年缺货的主要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日本全世界第一大厂 叫做春田制造所 日本人很奇怪 要不然就制造社 叫社长 不然是什么所 厕所 所长 要不然是什么所 什么社 这个叫春田 春是那个村子的村 那个乡村的村 春田制造所 的 今年的 全世界第一大厂 被动元件 它今年年初做了一个很特殊的决例 是说 它那个有一部分的被动元件 然后停产 它要去改新弄到 把它弄到高阶的这一块 这个 这个车用这一块 那因为这样子 所以 旁边的M6CC 被动元件 就 就没有料源啊 供货就很吃紧了 那便宜了谁 这被动元件的价 一直在涨 价一直在涨 那便宜的国具 这些股价一直在涨 一直在涨 那国具呢 公布七月份 四月份营收 赚了七块钱 哇 春田说 真好贪 对不 那佟子贤 就是 合硕董事长佟子贤 就跑去日本 跟那个春田讲说 诶 我们没有料了 你这样也不是办法 那音乐达也是 都教苦连天 那春田想想说 啊这样好了 我那个生产线便便啊 它开来就好啊 开来就好啊 是不是 诶 它就这么做了 每个月 给这个 给这个 合硕 跟那个音乐达十亿科 算科的 然后到年底啊 哇 供货 无余了 没有再缺货的问题了 所以今天 被动元件的这个 什么 国具就怎么样 就点击板了 不该讲这还没死哦 因为主力 主力自己也吓到了 这里都是大量 然后怎么卖 一下子遇到交易所的警示 一下子又遇到 直接调风铁亭 那只有怎么 这几天会打开 有没有 震荡这样再击杀 那 会不会打回到原型啊 这边我不知道啦 打到这附近很合理啦 打到五六百块 这附近是蛮合理的 是蛮合理的 通常这个就是 因为它还是有基本面嘛 不过 缺料无疑的 缺料 问题解决的 报价就不会上涨 那如果缺料更多 有没有 报价就会下来了 那报价一下来 就赚不了那么多钱了 嗯 这样听得有啦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那这一块的资金 加上三五三二的 台胜科啦 六四八八的 这几天啊 利多不断 早就在上头 报大量了 不太对劲了 这个叫环球晶 那这两个 矽晶圆 跟被动年鉴 挂了 没有量了 不是没有量的 这个没量再炒了 这个资金就会测出来 所以今天测到什么 测到游戏 我讲喔 再讲一遍喔 测到游戏这一块 游戏 因为刚好他们也 点了一大段啊 基本面也不错 我认为游戏可能就 下一波要炒的对象 但是这里面包含电竞 这是电竞的概念股 好 讲到电竞的概念 就是我跟大家讲 你会不会注意到 这一两天啊 连这个光学股类股 都有点弹上来了 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 就是苹果的机会来了 苹果应该在九月份啦 那现在开始大家 在讨论苹果还有 即将来的电完展 那苹果的部分呢 搭上了什么 电竞的概念 苹果今年 今年推的星期是两个 一个快速充电 一个呢 AR VR的软体 那AR VR这个软体啊 这一块的话连微软都在推 以后没有那个 任天堂那个了啦 大家不要那个啦 那AR VR加上去啦 所以我们前几天跟大家讲的这一档 今天开始略微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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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这个我要叫什么 六二三七的什么 叫做滑汛 整理一九 刚好 刚好起长 达到起长的点 之前在那边讲的就是电竞 现在电竞又来了 它又是电竞 又是苹果的智慧音箱 今天还好 涨到三四趴吧 涨到三趴多 最高涨到五趴多 就拉这一段 这是因为我在 营天下理财的时候 跟大家讲的时候 就开始慢慢的一路拉上来了 那这个有 智慧音箱 又有电竞的概念 又有电竞的概念 对 这个很多股票 是大家一个机会 像未来也有 也有这个 这个工业互联网的股票 这一些 大家 大家一定要体会到 我慢慢跟大家讲 观念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怎么样 带着投资朋友 你单股 一到两档 我们单股就是一到两档 不会太多 那怎么去做转换 你有被动元件套住了 那就麻烦了 因为现阶段 我们也看不到 它到底要跌到什么程度 今天的被动元件 几乎全部跌停了 今天被动元件几乎全部跌停 很精彩 一档一档的跌停 和声堂 密旺石 光节 日电帽 这些都跌停了 很精彩 很精彩的 这个 还有什么 3016的佳金 这个 这个叫什么 矽晶元的概念 那有涨了 也涨了一段 涨完这些资金 因为他们基本面也不好 矽晶元只有一两档 基本面也好 那这些资金要怎么撤 撤出来的时候 有什么股票可以动 什么股票会涨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 什么股票会动 什么股票会涨 我还是讲到 苹果跟电竞 这次的苹果 搭配的就是电竞的概念 AR跟VR的概念 这样懂意思吧 还有呢 苹概股当中的软板 这个我也非常看 今天稍微再涨一段 这这样整理一下 有什么关系 新娘科 三一四四的新娘科 因为日本的 日本的这个 有则 有则大长大的母公司 股价今天差一点 创历史新高 他还有多久 他要在这边 他的历史高点在这边 他第一季的营收获利 比去年成长2.4倍 2.4倍 比去年成长2.4倍 我不知道怎么讲 我还是让你自己去 去发挥你的想像空间 好的股票 震荡一下 难免的 可是成长的股票 跟接下来流行的股票 你要把握 你要把握 这就是我一直以来跟大家讲的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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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好的观念 你才能够做好股票 我希望这个道理 他同学能够慢慢的清楚 我希望同学你在这里操作的话 有几个重点大家希望能够了解 工业互联网 搭配苹果还有电竞 不要再去被动元件跟细晶元了 那整个筹码都乱掉了 都乱掉了 这一点要跟大家讲 好 时间的关系 欢迎投资朋友 加入我们迎天下理财资讯网 迎天下理财资讯网 迎天下 都一个理财 十一点半到十二点 是我现场直播的 如果你现在看 当然你也可以到YouTube去看 或直接加入 迎天下理财的脸书 你十一点半到十二点 看的是我的直播 这是第一个 看的是我的直播 那如果呢 你没有空 下午回去再看的话 你随时上网去看的话 YouTube里面也有 你倒可以YouTube里面去找 那你如果搞不清楚 你也加入我的line 加入我的好友 小老鼠怪1S528 小老鼠怪1S528 台股新工业 祝福你 我们明天见